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会跟大家讲的课题是 《热传递的方法》上集 我们在上一课讲到 能量转移 可以分为热传递 和机械工这两个类别 而热传递 就是指能量从热的地方 流动去冷的地方 今次我们就来讲一些 不同的热传递方法 我们之前也提及过 一个叫做马克思威的人物 马克思威他就这么说 原来科学家 是发现了三种热传递的方法 这三种方法 分别就叫做 传递、对流、幅射 接下来的内容 主要就是围绕这三种 热传递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介绍 讲一下什么叫做传递 其实在上一课提到的例子里面 大部分都是传递的例子 正式来说 传递就是 当两个不同温度的物体 互相接触 或者一个物体的内部温度分布 不均匀的时候 能量就从温度高的地方 流动到温度低的地方 例如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正方形的物体 一个热一点 一个冷一点 因为它们是碰住 所以就会有传递发生 能量就由左边那个 流动到右边那个 接着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情况 我们已经见过了 所以我也不再多说 然后我们又看一下另一个例子 这个正方形的物体 有一些部分就热一点 有一些部分就冷一点 温度分布不均匀 所以就会有传递发生 能量由比较热的地方 流动到比较冷的地方 接着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情况 我接着就会深入少少讲解 我妈就很喜欢煲汤 如果汤很热的话 我就会用一只羹来喝 有时候我会用铁羹 有时候我会用铁羹 而我发现 如果我用铁羹的话 那我把手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呢? 那些汤是热的 当我把羹放到汤里的时候 由于羹跟热的汤有接触 所以就会有能量 从汤全渡去那只羹那里 当羹其中一边变热的时候 这只羹就变得内部的温度分布不均匀 所以又有传道发生 能量从比较热的那一边 传到比较冷的那一边 接着就变热了我的手 铁羹和池羹的分别就是在于 能量在不瘦缸里面 传道的速度是比较快 在陶瓷里面很多 原来这个世界 有些物料是传热传得比较快 而有些物料是传热传得比较慢 传热快的物料 我们就叫做热的导体 例如各种金属 而传热传得比较慢的物料 我们就叫做热的绝元体 例如木、空气、发泡胶等等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 有些物料传热传得快 有些物料传热传得慢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暂时不需要知道 什么叫做热度率 也不需要计算数字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种热传递的方法 传道了 科学家发现的第二种热传递方法 叫做对流 想象一下 你开了一个暖包 接着就拿着掃把的其中一边 然后把掃把的另一边 就放到暖包那里 那你应该是等一輩子都不会感受到 有热力从暖包传到你的手上 因为正常的掃把应该是用木 或者胶这些绝元体来制作的 同样道理 空气是热的绝元体来的 理论上 如果我在冬天的时候 山窗开暖炉 暖炉的能量应该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透过空气 传导到我的身上 但是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的 开了暖炉之后 不用几分钟 整间房间就会暖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那是因为空气不是固体 它是可以流动的 我们试试走近一点 看看暖炉周围的空气 发生什么事 暖炉是热的 而相比之下 空气是冷的 空气和暖炉互相接触 所以就有能量从暖炉 传导到空气那里了 暖炉附近的空气变热了之后 便会膨胀和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如果你很有兴趣知道的话 我教完这课后 会留下一点点补充资料 但是现在你先记住 空气变热了之后 是会膨胀和上升的 这些膨胀上升的空气 便会推走本来 在上面的空气 那暖炉周围就变了 有个孔在那里了 那这个孔旁边的空气 便会被它再旁边的空气 推进去这个孔里面 那这些空气本来是冷的 当它去到暖炉周围的时候 便会有能量从暖炉 传导到它们那里 接着它们又会变热 然后膨胀和上升 然后这个过程 便会不停地循环 所以便会不停地有新的 凍空气来到暖炉旁边 变热走了 接着又再有下一批来到 结果整间房间的空气 便会不停地循环流动 虽然能量在空气里面 传导的速度很慢 但是空气可以变热了之后 飘去我的身边 所以仍然可以很有效地 将能量从暖炉传递到我的身上 这个就是对流的热传递方法 如果我用文字去总结的话 对流就是流体透过自身的移动 将能量从一个地方 攜带到另一个地方 那什么叫流体呢? 就是液体或者气体 这些可以流动的物体 每逢你将一个流体加热的时候 对流就会发生 例如你煲水的时候 水里面就会发生对流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 第二种热传递方法 科学家发现的第三种热传递方法 叫做复射 复射是什么呢? 我会用太阳和地球 做一个例子去解释 太阳是非常热的 而相比之下地球是冷的 而确实每一秒 都真的有能量以热传递的方式 从太阳来到地球 但是能量是用什么方法到达地球的呢? 很明显就不是传递的 太阳和地球不是碰住的 你也未见过有一支棍 将它们两个搏 它们中间是真空 没有一个煤界可以负责进行传递 既然没有东西可以负责传递 太阳和地球之间是没有空气或水这一类的流体可以负责运送能量的 那怎样呢? 原来太阳是每一秒都在发射一些东西 而地球也都每一秒都在吸收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就叫做复射了 我暂时不会很仔细地解释这个复射究竟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 我教完这一课之后 也会留下一些补充的资料给你参考 但是你现在先记住以下这两件事 第一,任何物体都会不停地发射雄外复射 第二,一个物体吸收了雄外复射之后 它是会变热的 蛤?即是我跟你都在不停地发射雄外复射? 是的,你的手在发射复射 你的狗在发射复射 你爷爷开过的火车也在发射复射 不过雄外复射是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用另一个例子去看看有什么影响复射的因素 当你BBQ的时候 那一阵你是不会用手去碰火的 而空气的对流 主要都只是将火的能量向上传递 对你影响不大 所以能量主要是用复射的方式 从火传到你的身上 你吸收多少复射受很多影响的 例如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会吸收得比较少些 站在这里就会吸收得多些 如果你走近火的话 就会吸收得多些 走远一点就会吸收得少些 如果火大一点也会吸收得多些 如果火小一点也会吸收得少些 另外原来颜色也会对你吸收多少复射有影响 如果你穿黑色衣服的话 你会吸收得比较多的复射 如果你穿白色衣服的话 你穿衣服就会把很多的复射反射走 令到你吸收的复射少些 好了 那究竟你会变热还是变冷呢 一方面你会从火和环境吸收复射 而另一方面你自己也在发射复射 综合所有考虑 如果你吸收的复射是多个发射的复射 便会变热 如果你吸收的复射是少于发射的复射 那你就会变动的了 那我也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什么叫做辐射的热传递方法呢 就是物体透过发射和吸收辐射来传递能量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体主要是使用红外辐射来传递能量 温度越高的物体就会发射越多的辐射 所以如果一个物体的温度很低的话 很可能它从环境里吸收的辐射就会多过发射的辐射 造成一个效果就是热的物体能量减少 而冬的物体能量就会增加 影响发射和吸收红外辐射的因素有很多 除了温度之外也都包括大小形状距离颜色等等 温度越高的物体就会发射越多的红外辐射 表面积越大的物体它发射和吸收的红外辐射都会比较多 而颜色比较深的物体同样它发射和吸收的红外辐射都会比较多 大致上这个就是辐射的热传递方法 那你放心红外辐射是不会弄对你生患者的 生患者那些是另一种辐射 那我迟一点才教你现在学着这种先 好了,那我们已经介绍完传导、对流和辐射 这三种热传递的方法了 上集就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会举更多的例子 分析一下我们衣食住行不同情况里面 热传递的过程 那就到时见啦,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